大家好,我是Alisha,加拿大政府注册移民顧問 在這個星期的個案分析,就找了一個舊的案件 雖然舊,但可以學到很多東西的,所以我選了它 就是因為體檢出現問題,applicant就是被他簽了PR 他就申請司法覆核,司法覆核的結果就公佈了出來 我先賣個關子,司法覆核是否可以呢 我一直分析,大家都知道答案 英文叫做overcome and medical inadmissibility 一個case study,當中我們可以學到什麼呢 和這個個案,這個很有代表性的一個case 先說一下背景,2008年49歲的中國居民 就是有兩個小孩,一個18歲,一個25歲的 結了分,就是申請去加拿大 那時候還有一個聯邦政府的投資移民計劃 Federal Investor Class 就是買加拿大的國債去移民加拿大 應該當時都是大概2008年,都是大概10萬到15萬左右 不太清楚了,而這個Federal Investor Class 就是2011年已經cancel了 沒有了現在 好了,先看看這個case 他就是2008年1月30日 就IRCC收到PR application 那時候的processing time都很快 2008年的9月12日 大概八九個月,他就去做身體檢查了 但是呢,做了身體檢查的一個月或兩個月之內 就是2008年11月,他就有個stroke 發生了之後,就不可以走,就不可以說話了 就是要做物理治療的 那2009年8月28日,IRCC就收了個medical notice 就是他做醫療保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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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者醫療身體檢查的公司 就發送給他 有個report 說他就是有 Cerebral Vascular Disease Late Effect 就是一個stroke 做到他這樣 有一個 2009年的9月8日,IRCC就寄了一封 第一封的procedural Fairness letter 給他 就是Under Section 這個義務法律的section 38 原因就是他這個disease medical condition 就會帶給加拿大這個醫療系統 嚴重的負擔 那因為這個理由 就會可能會reject他的application 要他提供準一倍的資料 2009年的10月21日 這個applicant就遞了他那個personal declaration 就說我有380萬的靜資坦 我可以自己去負擔我的醫療保険 不會對加拿大的醫療和社會福利系統 造成重大的負擔 那他再寄了一個report 在一個國內一間醫院的一個 他的體檢報告 就寄給IRCC 這個Minglan Chinese Hospital 不是IRCC的Panel Doctor 這個很重要的 第一個錯誤 就說他這個condition正常 他已經正常人了 那IRCC就不接受 他這個personal declaration 和這個國內醫院的那個decoration 2010年的5月12日 大概六七個月之後 再給多次機會他解釋 或者寄給更多資訊 就是要他解釋一個很細節的 individualized medical plan 解釋清楚他那些時候的社會服務 沒有需要什麼 還有一個兼名的sign declaration 就說他自己願意負責 那個醫療保険 還有這個social services 的cost 那2010年的7月7日 就是幾個月之後 過年之後 這個applicant再遞了sign declaration 讓他的wife 就說他太太去照顧他 還有再update另一個Mingland Chinese 同一間醫院的report 說他已經沒事了 再抵抵他自己的個人資產 有380萬加幣的淨資產 我很有錢的 不用對加拿大的政府 提供服務 不需要的了 那2012年4月10日 IRCC就是refuse了他的application 就是based on 這些法律的section 38 就說他現在有那個medical condition 就會令到加拿大的社會 和醫療系統重大的負擔 那我們來看看analysis IRCC的assessment 那個司律覆核的法官都同意的 還有另一方面 另一個column 我們來看看這個applicant 寫了些什麼 applicant的let of intent 就說我有很多淨資產的 我declare 我就不會用加拿大的醫療和社會福利的 那IRCC和judge都同意 就是這封信就是沒有法律效應的 第二點就是IRCC需要的一個detail 的personalized plan在加拿大的 意思就是說你去了加拿大之內 五年之內有些什麼人去提供物理治療 心理輔導 醫生管理 你有沒有這樣的計劃呢 這個applicant 正是聯絡了一個醫生 在溫哥華的醫生 好了 那第三點 那個applicant正是給IRCC的太太的名字 說太太會照顧他的 這個application也有太太的名字 就不用他提供的 這個是多此一舉 那再第四點 他提供了 證明了他們有三百八十萬加幣的淨資產 就不會對加拿大政府這個醫療和社會福利系統 造成重大的負擔的 那這個資產證明都是有多此一舉 因為他投資移民都是加拿大移民局 已經有他那個淨資產的資料 那又沒有用的 那他沒有解釋了 他的太太怎樣可以幫到他 他沒有詳細解釋他怎樣不可以 雖然有這個淨資產 但是怎樣可以造成加拿大的醫療 在講重大的負擔 那第五點就是法官就說這個 IRCC說他based on這個移民法律的section 他就是因為看見不到 是不會過這個application的 不會過這個application的 那他的證據不夠這個準確 提供不到IRCC想要他提供的東西 就是答非所謂 那其實是雖然這個IRCC給了兩次機會 到現在大家都知道 他那個司法覆核是不通過的 那就是不通過司法覆核 就是證明他的application 就不可以繼續下去了 那他的application就會被簽的 那我們從中學到些什麼呢 去address 一個medical inadmissibility 提供什麼呢 IRCC給了兩次機會 提供它要提供什麼 那我們學到些什麼呢 他說司法覆核就是 2013年的2月7日 refuse了 dismissed 我們去address 這個medical inadmissibility 的時候呢 在這個case裡面 可以提供一個客戶幾點 去pay attention to IRCC提供了他 要一個personalized plan 就demonstrate到給這個移民國 他就是沒什麼可能可以burden到 可以造成加拿大的社會 和醫療系統重大的負擔 其實如果我會advise他的時候 我會提供四點的 第一點 他應該去就是關於他的medical condition 一個stroke 一個stroke 就是加拿大的醫生 去做一個medical opinion 和 medical plan 就說他未來五年 需要一些 例如需要一些 可能是語言治療師 因為他不懂得說話 可能是需要一些物理治療 或者是心理輔導 或者是有些家庭醫生的跟進 還有心臟科 老科醫生的跟進 有些什麼scan 一個很細節的五年 的 medical plan 然後就是找加拿大的 一些service providers 有些物理治療師 醫療治療師 家庭醫生 這個是專科醫生 心臟科 和老科的專科醫生 有可能就是設定一個trust account 在加拿大的 如果有需要的話 有這個trust account 將他380萬部分的錢 進入了trust account 如果有需要的話 就在這個trust account 給他的 在加拿大的一個医療 和其他服務的一個費用 如果這些plans 這些service providers 在加拿大沒有的 我都會去美國 去source in case IRCC 或者 這些service 加拿大沒有的 最後 我就會提醒他 去請一間 home support company 有這些公司 他會提醒護士 看護士 去支援這個病人 或者這個applicant 變成可以解釋到 或者接觸到 IRCC的關鍵 就是你的太太 怎麼可以幫到你呢 他是沒有細節的 這樣 希望這個case 就可以幫到大家 希望你如果有一個 有收到一封 procedural fairness letter 關於一個medical issue的時候 就不用怕的 鎮定一點 你看到這個case 就IRCC 給足機會 給你的applicant 去答 而且這個refusal 是很跟蹤這個原文法 去section 38 其實是合情合理合法 希望幫到大家 如果你可以的話 都跟你們的分析朋友分享 都可以留言 我們可以繼續 這樣改善我們的服務 下次再見 拜拜